大家好 在我身边的就是这一个刚刚发布的 Volkswagen Tiguan Old Space 今天我们也参加了这个Volkswagen所举办的试驾活动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会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Tiguan Old Space 还有分享我们的初步试驾感受 如果你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那么就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啦 这个Tiguan Old Space 和普通的Tiguan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它在国外呢 就是这个Tiguan Long Wheel Base 长轴距的版本 它的轴距比起普通版的Tiguan长的大概是110mm 车长也从原本的4400多 长长到4700多 所以其实这台车是一台5加2的SUV 也就是说它后面多了两个座位 可以载7个人 在外观的细节设计上 其实它和普通的Tiguan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身边的这台是1.4的版本 也就是Tiguan Old Space Highlight 如果是2.0的R-Line呢 它在这个雾灯座的位置是有一个钢琴黑材质的点缀 看起来更有层次感 而这个Tiguan Old Space Highlight呢 就有一点朴素 但是实际看起来有一种成熟稳重的感觉 其实也还不错 虽然在车头方面呢 这个Tiguan Old Space和普通的Tiguan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我们只需要开一个车侧 就可以发现到 它比普通版的Tiguan长了非常的多 另外因为它是7人座的设计 所以为了方便后座的乘客上下车 它这个车门加大了 而且可以开启的角度也很大 乘客上下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在车尾的设计方面 它同样和普通的Tiguan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可以通过名牌下方这个Old Space 来知道它是这个7人座的版本 另外这个尾门支援电动开启 非常方便在你拿物品的时候你要放进去 按一下它就会自动起来了 当然这个5加2的设计 当你不需要第三排座椅的时候 这个第三排的座椅 也能够倒屏 给你更平整更大的空间表现 让你运载大型的物品 既然这个Tiguan的Old Space版本呢 是从Highlight起掉就代表着它的内装并不会太阳春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装基本上和普通版的Tiguan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想看更详细的这个Tiguan试驾影片啊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然后呢我们现在讲它的这个细节 它的这个触屏主机啊同样的支援这个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但是没有这个无线的功能 你必须连接数据线 才可以使用 然后接下来往下看就是我们熟悉的Forswagen 界面 三个冷气的旋钮 DHG 排档杆 引擎启动键在这里 电子手刹车 Auto Hold 还有这个停车的Sensor开关功能 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新版本的这个数位化仪表啊 看起来其实还不错跟这个之前的相比啦 它可以显示的资讯也更多这个界面也更绚丽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还不错的升级 接下来这台车的重点就是在第2排还有第3排的空间表现 我们带你去看看 这个Tiguan OXPAY的这个第2排的座椅和之前的Tiguan一样 有非常多 实用的配备 例如说这个版 可能在你吃饭啊在你后面要工作的时候啊 都可以 另外呢它后面有一个 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而且这个冷气出风口呢是可以让你调整这个温度的 加上前面的两驱 所以这台车总共是三驱的这个空调系统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USB还有一个电源 可以方便你的这个设备充电 它中间还有中央扶手 而且最重点的是啊 它有这个 座椅的前后滑移功能 你的第3排如果没有坐人你可以把它推到最后去 所以你可以坐得很舒服 如果第3排乘客要上下车 那么只需要一拉 它们就可以很方便的上下车了 接下来我为大家示范一下怎么上下车 因为这个T1 Old Space啊其实它还是这个5加2的设计 所以它后面的这个空间表现呢其实并不算是太大 如果说小朋友坐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大人坐的话就会遇到像我一样的情况 所以我建议各位如果考虑这款车的话 后座的空间表现 你还是让小孩子坐会比较好 OK这个就是简短的这个外观跟内装设计啦 接下来我们就去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试驾感受 这个T1 Old Space啊它有两个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就是我们熟悉的1.4的TSI 还有6速的这个44双离合轻变速箱 它的最大马力是150PS 峰值扭力250Nm 但是驱动方式是前轮传动 而这个R-Line的这个T1 Old Space呢 它搭载的就是2.0的TSI引擎 搭配的是7速的44双离合器变速箱 而且它有Full模线的这个四轮传动系统 而且刚才我们和这个Force wagon的这个人员了解过之后 它搭配的不是TQ380 而是这个最顶级的TQ500 所以这台车对它们一样是非常重要的 它们才会下那么大的本钱在这辆车上面 如果是在驾驶方面我先讲这个引擎的这个动力表现啊 呃 你不要觉得这辆车那么大量 所以它的这个1.4就会不够力 其实不会 这个1.4跟这个6速双离合器变速箱 因为它们的调教已经很久很成熟了 所以这台车在1.4上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整个起步非常的轻盈 而且如果是你要做比较激进的驾驶啊 我是觉得这个1.4翻得还更好玩 刚才我们已经做了这个Salon Test Emergency Brake 还有Emergency Land Change 我觉得在这个 呃 这两者间的表现啊 有Full Motion的这个TQ1 Old Space 给你一个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移动过程 可是在这个TQ1 Old Space High Line 1.4上面啊 给你的就是一个比较好玩的动态表现 然后 这种引擎方面这个1.4它调教的很轻盈 所以这个1.4的版本是非常适合在四驱驾驶的 你千千顶一顶油门这个车辆就会开始走 而且这个整个起步是轻盈的 完全不会有那种车重了 还有重拖的感觉 这个是FW的这个TSI 还有DSG 一直以来给人们的魅力啦 我是觉得如果今天你是一个 如果你买这个TQ1 Old Space 你是只是为了在送这个孩子啊 或者是偶尔周末出游的这个交通工具 其实1.4的版本是相当足够啦 这个TQ1 Old Space 1.4 High Line呢 它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行驶 它的这个 动力储备其实很强 你只要稍微撑踩油门 引擎的动力就会爆发了 整体的这个动力输出还算流畅 你不需要预留一些时间给它去 来一个 储备让它的动力出来 我觉得这个调教啦 应该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人 对于这个车辆动力的需求 尤其是在这样的车上面 因为这个 Old Space 5加2的设定 也就是说它可以载7个人 所以你可能会7个人出游 这个1.4的版本我觉得是相当让我惊喜啦 因为其实 在普通的 5-Sitter的TQ1上面 这个1.4的动力已经很好很强了 虽然说这个 Old Space比较重 然后载的人也比较多 可是实际上这个动力表现还是可以满足到绝大部分消费者的 然后现在讲一下这个 R-Lite 2.0 这个R-Lite 2.0的马力 220PS 然后峰值流利350Nm 你听到这样的数据 就完全是不需要担心了 你如果是对动力很有需求的话 那么这一台车的这个R-Lite 就满足得到你啦 这个 加上这个TQ500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跟这个 2.0 TSI的搭配 真的是很完美 它的动力表现完全可以说是在同级的 C-Segment SUV 里面最好的那一个 开起来是真的很爽 它的Full Motion系统可以载你在一些可能是 例如说 甘邦路啊 联邦公路 或者是山路行驶的时候给你更好的玄机性 而且因为这个MQB Platform的关系啊 它还有一定的操控表现 虽然说啊这个普通版的TQ 在这个车长是大概4400多米 然后这个Ospac涨到4700多米 但是开起来因为这个 Full Motion的关系完全没有差别 还是非常的灵活 另外这个Full Motion 它还有这个什么沙地模式啊 雪地模式让你选择 所以它可以进行这个轻度的越野 当然重度越野它不行 但是轻度越野可能有时候你去郊外 你可能在一家人去这个沙滩边啊 然后这个轮子不相信stuck在这个沙堆里面啊 它还是有一定的脱困能力 这个我觉得是 还蛮不错的地方啦 至于在这个车辆的操控性表现 TQ1实际上它就是一台比较新一代的SUV 就是说它用低重心啊 然后这个 比较好的操控表现的SUV 它不像传统的那种SUV 车身比较高 视野很高 但是开起来会有点Full 它不会 但是这边有一点要跟大家讲的是 TQ1和一些新一代的SUV 低重心 但是不代表它的通过性不好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解就是 它的低重心通过性听不好的啦 我买SUV就是要它的好的通过性 其实不会 它低重心是因为它的底盘是有降低 然后你乘坐的这个 这个周围也是有降低 但是实际上它的通过性还是一样的好的 通过性主要看的是这个过坡脚还有离去脚 在这一点其实新一代的SUV上面都有兼顾得到 所以不代表说它的这个车身重心低就代表它通过性不好 然后因为它这个车身重心低的关系 所以它带来了比较接近家庭房车的驾驶感受 像我们刚才在Highway有行驶的一段时间 我大概是维持时速110到120之间 整体的平稳性是很好的 只是说 它不能够完全和这种四门房车例如说Parsar相比 但是它的稳定性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最起码它不会出现这种后轮有点在飘的感觉 这个一直以来都是FW的魅力啦 然后在这个操控性的表现上面 这个车的 方向盘的驻力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轻 所以导致路感有一点点损失 但是 不可以去渴求那么多 毕竟这个T1 Oldspeak 它讲究的还是家庭用 它有一定的运动化程度 这是对的 但是你不可以要求它有这个很极致很极致的这个操控表现 如果真的要很极致的操控表现 我们还是等这个T1R进来啦 不过 其实这台车我觉得在三路驾驶应该还是感觉会不错的 只是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试驾其实是有一个时间限制啦 并时间不是太长 所以我们可以体验到这台车的这个表现 并不是太多 如果以后有机会啊我们会把这台车借出来来做一个 更详细的试驾分享 总体来说这台车 在这个C-Segment的SUV市场我觉得这个T1 Oldspeak 非常非常有竞争力 虽然说它不是没有缺点啊 它还是缺失了很多这种先进的安全配备 在这个先进安全配备好像ACC啊 车车盲点侦侦等等 其实在这个C-Segment的SUV里面都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这个T1 Oldspeak 还是没有 这个是我觉得我对它比较不满意的地方啦 可是车辆的动态表现啊 操控表现还有舒适性表现方面 我觉得它没有的挑剔 如果你是问我的话 我会怎样去选择两辆车 我总结一下就是说今天你 对于这台车的这个 平常的使用方式是 市区驾驶 载送台子 然后周末可能去买一下东西 那么1.4的版本其实就相当足够了 如果你是对动力有要求 而且会有时候会去做一些 比较 激烈的驾驶的话 那么你真的要去到这个2.0的R-Line 2.0的R-Line会 非常让你满意 如果我个人啊 我其实我比较喜欢1.4的版本 很奇怪对不对 因为1.4的版本真的很轻松好开 OK啦以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简短的试驾分享啦 OK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T1 O-Space的这个 简短新车介绍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以后我们会把这台车借出来 再做一次详细的新车试驾 大家不要错过咯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馴的 那么 Rover 我愿意 电流 伸席